反服貿抗爭野火已經燒到了海外 在紐約的台灣學生也站出來聲援 他們在台北駐紐約經文處前抗議並遞交請願書 接下來我們來自紐約的最新報導 為了聲援台灣正在為反服貿抗爭的人民 在紐約的台灣留學生也站出來 來到台北駐紐約經文處這裡抗議 我們可以看到他們都穿著黑色的衣服 來暗喻這個服貿協議是黑箱作業 那我們現在就來聽聽他們的訴求是什麼 可以告訴我們 三點訴求 第一個是撤回目前的服貿條約 第二點是建立民主公開的審查機制 第三點是保護台灣創作言論自由 我們今天來這邊反對政府在30秒之內 就通過這個黑箱服貿協議 還充滿許多漏洞爭議的協議 這兩天我們是知道台灣的這個消息 我覺得這是身為我們在海外華人應該要做的事 斷開黑箱連結 而台北駐紐約經文處也派出副處長范國書 接受了這群台灣留學生的情願書 答應將會代轉給馬總統 而之後整個抗議團體從紐約經文處遊行到聯合廣場 希望讓更多人聽到他們的訴求 眼界的反服貿抗爭的這把裂國已經燒到了海外 也引起了國際的注意 接下來馬政府會如何處理 全世界都在看 以上是東森新聞 王毅如 唐偉傑來自紐約的采訪報導